請問一下高市長新竹棒球場修復 大概還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重新啟用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近期在我上任之後 在這十幾天來的時間 我也積極的跟公務處還有教育處 去救我們目前新竹市政府 還有我們居家營造愛意康 以及我們在相關的一些龍來的旅約上 其實有很多的合約複雜的關係 那我們也希望儘速的來釐清 這個目前廠商交付的狀況 以及目前缺失的改善進度 那我必須要坦承說 這件事情確實不如我們參道前市府團隊 在先前做廣告行銷宣傳上面所說的 全數都已改善完成 目前看起來確實 不管是在這個土壤級配上面 最明顯的這個違約的缺失上 它確實是有很大的需要改善的這個方向跟努力 所以目前在還沒有了解到 土壤級配這個規模範圍程度的情況之下 我沒有辦法貿然的去定出來說 到底多久之內可以完成改善 我們必須還是很負責任的 將所有的缺失逐一盤點完之後 那如果說整個土方都必須要重新來做施作 那我想這個時程上也必須來跟相關的廠商 來去做一個討論 那同時我也必須要強調 在這件事情上面真的 我覺得前市府的團隊在這個部分的一些 不管是在監工啊 或者是在我們一些相關的這個履約的交付上面 真的有很大的一些問題跟缺失 所以這也是我們目前必須要來努力來檢討 跟後續我們要持續來負責的去改善的地方 那針對昨晚巨家營造董事長的受訪內容 市長有什麼回應呢 我想其實對於巨家營造的一個說法呢 當然他也坦承說這個錯了就是錯了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強調 即便說現在目前已經是埋進去的土方 已經有很明顯在土壤級配上的問題 我們還是必須要問喔 現在目前市府付出去的款項 已經高達11億7千萬 等於是說付款的這個比例已經高達97% 那接下來我們要不禁要問的是說 中間其實經過了許多孤驗的程序 這個孤驗的程序 它必須是要完成到一定的程度 經過市政府團隊也需要去做一定程度的孤驗的完成 才有辦法給付這樣這麼高額的款項 所以在這中間 到底為什麼他可以通過層層的保護關卡 那林志堅前市長也提到說 他八年來都親自監工 那到底土方是堆了什麼東西進去 你在親自監工的過程 有沒有曾經嘗試的去了解過 那前市府的團隊在這過程當中 為何又讓廠商可以輕易過關 如果說今天沒有因為MLB團隊來到這邊 發現了排水不良的問題 那進而提出開挖土壤回去化驗的這個需求 我們是不是永遠都不知道 這個棒球場裡面到底埋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相信聚家營造這邊 它還是有它一定的責任 那我們接下來也不排除 我們會跟公務處一起討論出 未來我們在這個土壤的這個檢查上面 這個檢查項目 我們可能必須勢必還是得了解到 這土方裡面的這個土壤漆配 到底該怎麼樣回復到 原本我們十二一預算希望拿到的成果 我想這才是對市民負責任的表現 而不是說今天製造了問題之後 就好像完全不關自己的事一樣 然後就說那你接下來你要去解決問題 是你的問題 我想這樣的態度是沒有人可以接受的 其實我個人也是覺得希望 大家都能夠抱持著解決問題的精神來做 但是不應該是在一個推卸責任的角度上面 去做這樣的聲明的發聲 我昨天也講清楚 我今天一定要回想清楚 有關於新竹市的事情 當然新竹市議會要去檢督 府會他們自己去檢督 那到底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新竹市的事情 高安已經不是立法委員 我是在立法委員做立法委員的事情 我希望就是說他自己要好好去檢視 這是大家很清楚的事情 也希望就是說他已經當市長了 就好好把市場做好就好 不要再做選舉政治的操作 這是會有之言 我們今天其實主要是把我們先前收集到的一些實體的物證 還有包含像我們當時去棒球場有拍攝的一些全程的影片 來送交檢調這邊 那希望檢調這邊也盡快來理清一下我們所有的棒球場的一些狀況 那目前其實我們在昨天有11點上午的時候 有去做現場的一個線刊了 那在線刊的時候 其實當時也有居家的工地主任在現場 那其實當時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那個電線已經有被拔走的狀況 那其實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也有請警方來現場說明 就是看一下電線這邊是不是有其他人侵入 或者是說有其他人來把這個證據 是不是有滅證的一個嫌疑的狀況 要去做處理 那當時居家的工地主任還是經理 他也是有在現場的 那當我們是說到 他並沒有主動拿出這些證據 而是當我們說出了會有滅證的嫌疑的時候 他才把證據拿出來 那當時我們也詢問了 也就是這一根電線 因為其實這一根電線的長度 拿一下 長度跟我們當時在影片拍攝的長度 其實明顯是有一些確實的落差的 所以當時我們也詢問 是不是只有這一根 那工地主任當時的回應 就是說只有這一根 那他當時呢 是因為尋場區才來做一個 檢定 就是看到電線不應該出現在場區 他才來做一個處理的 那其實就我們在調監視器的畫面的時候 發現他其實在一個星期裡面 就是等於十天之內來現場 只有大概兩次的時間 但就這麼剛好的在昨天也來到了現場 並且一進到球場裡面 他是直接往這個電線的地方走去 那走進去的時候 他是進去了兩次 第一次是沒有拿任何的東西 第二次在現場的時候進去 我們當時詢問他 他是說他是把這個電線徒手拔出 那只有一根電線 但經過後來下午檢方掉了監視器之後 是發現他出來手上其實是有兩根電線的 就如同是 如同這個監視器畫面 其實手上明顯是有兩根電線 並且是有拿工具去做一個處理的 跟他早上說明的狀況是明顯不同的 所以因此我們也是希望說 把這些事證通通交給檢方去做一個調查 因為我們也不太確定 究竟為什麼他要前後說法是不一致的狀況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清晰 那我們會不會懷疑就是說 因為公立組的這個動作 會不會懷疑我們自己內部有內閣 然後去控制他們的公立 其實我們也沒有 沒有做過過多的揣測 那既然這些我們既然將市政都已經交給檢方 我們就還是以檢方後續的處理來做一個 做一個回應這樣子 好那再來就是說媒體人認為前清竹市政府 裡面有人去通報營造商 盡快處理 那這次不只掉到滅政的人 那同時也對誰通報信義有助 那想請發言對這件事的看法這樣 其實像我們昨天這些前面的一些場刊啦 等等的狀況 我們也在記者會說明的很清楚了 那其實今天主要我們就是來針對市政的部分 去做一個送家 那至於有沒有內閣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不做任何過多的揣測 對那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說後續的部分 就是經由檢方來去做一個處理 那盡快給我們市民一個 知道棒球場他實際狀況的一個腳帶 這樣就可以了 對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